视频更新日期 今天是讲 二道单之流 这个是一个新鲜的 第一次处理 之前从来没有处理过 这个二道单之流 有点虚张声势 刚开始梦一看 好像个头很大 二道感觉竟完全被填满了 但是呢 在用狗尺去清理的过程当中 发现远远没有想的那么复杂 这个玩到同样的 二道单之流 清理的难易程度差别非常的大 困难的 有时候即便在全马下 都是操作非常麻烦 更不要说这个 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简单的呢 就说连着几分钟就完事了 所以说 这个东西已经安逸了 没有办法说 单纯通过一个诊断的名称 来判断 这个病例呢 就是 就是之前被我们革的一个年字 比较轻的医生发现 但是当时没敢处理啊 对自己不太自信 时候我跟他说 其实你可以先试一试 稍微先尝试一下 没有 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 因为这个单纯通过一个时候想的疼 一提到这个词 这个 有些医生脑袋都大了 确实在闷阵没有内经的时候啊 确实操作很困难 这个外道呢也有破坏啊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凹陷啊 外道被这种疾压膨胀式形成的这种凹陷 这就是他跟这个普通的丁丁拳塞 一个巨大的区别啊 很明显 之前大家看过啊 牛肉杆系列啊 各种硬材的这种 看着非常硬啊 勾着 K上去就滋滋磨火星的那种感觉 轻轻完了以后 外道形态啊 光景如新 当然个别有的时候可能有破损啊 有时候小量的一些出血 但是呢 外道的整体形态 包括 主要是外道的骨骼啊 不会有影响 牛肉杆再硬也不会说是把骨骼顶住的问题 而这个外道单身流则不同了 这个是 这个病例呢 是在所有外道单身流当中 情理是属于非常容易啊 方便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体积也不是很大啊 操作 先进去 即构质就解决的 就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了 外道也 有明显的 骨骼被侵蚀破坏的痕迹啊 当然可能有些新的朋友就看热闹进来的 有时候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哪破坏了 但是老看着啊 这东西怎么说呢 就看这个 看这个股东孩儿 知道的啊 真话假话 有时候看着挺像啊 这东西看上去挺像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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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后臂它的第一笔还可以 这种需要终身的定期复查啊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后边两个是一个复查的命令啊 这种外侧周边的这种绞化层啊 好 这个病例清理结束啊 轮原来驾驶结果发现不能打 这个胆直流也是 当然碰上这个情况的话 医生也生事了 患者也清楚了 这个病例呢 是17年 17年清理的一个小姑娘 她也是在门阵疼了这个一身汗 没有采用麻醉 但是时间还比较在她的 可以咬牙坚持的范围之内 这个去年复查了一次啊 清理了 今年她都记不清是那个二路了 因为咱们中国人老说的一句话叫 好了伤疤忘了疼 当时那个疼痛的劲儿 慢慢时间随着时间的久远啊 已经不太记得了 她都想不起来是哪个二路了 我看完以后 我也记不住了 因为病人太多了 看完以后 我才发现是她的这个右侧的二路 因为这个底一个大坑 这种判断外的单直流 和普通定性涮色的这个区别 主要就是这个外的骨骼形态的破坏啊 中间的这个旋环正啊 好多这个老体是知道的啊 这个老粉丝是知道纤维骨环的完全暴露嘛 像是半空当中选的一个环 一个叫什么 感觉就是像那种说的慢定点啊 跟这上吊的环是什么的 它底下这个坑啊 老说偶尔道磁解功能的丧尸 看样子好像还是有区域性的差别 主要是底下这个坑 勾芝儿把它调起来吧 这东西就跟什么自己的什么清洁卫生啊 毫无关系 像这个外道单直流呢 早期没有任何证据 像他现在这种情况他也没什么证据 因为外道完全是通胀的 即便他逐渐增长缓慢 我老跟他老跟班上说的一件事 就像刷泥子一样啊 往墙上不停地刷不停地刷 最后这个客厅就越刷越小 这个好像一个相声 你说到这一段 一直最后把这个客厅完全刷满 刷瓷子的事 玩到单直流就是这样 一直到最后完全堵死了 可能才会有点闷 它也不会影响日常的说话 商量业业交流都不会受影响 让它这个底上堆积的这种脚和层 这个是17年 然后当时是17年的 这个大坑 底下有骨骼有个地方很薄 已经穿中耳了 在表面有层筋膜把它覆盖上 这层筋膜底下就是跟中耳是通的 这个是16年的 这个是16年的 正好这两个今天都来复查 16年内蒙古的一个小朋友 今年现在已经好大了 之前明天搞了很多 美蒙古的 俄尔罗斯的 我印象 还是比较深的 当时是个春节 好像是三十前我最后一个闷针 得一个爸爸带过来 当时小孩咬牙 愣是在闷针给忍住了 小子啊 16年当时清理的 此后每年都过来看 还不错 这几年这个一直没有特别大的 特别多的这种 脚化层的堆积啊 看到它这个骨膜表面也有 所以这个 带直流的这个 字节功能啊 可能不只是外耳道皮肤 包括骨膜上的这个字节功能都有下降啊 骨膜上有一块增厚的穴 这个位置当初可能是有穿孔吧 当初应该是没有 我当时清理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的 我想起来的这个病例 我用当时拿穴除的 小孩子愣是咬牙给咬住了 这个在骨膜上清理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用那儿内镜看可以不要动手去干净事 尤其是儿内镜前面 厂家出厂之前都配的有那个套勺子 那边放上以后实际作用不大 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 因为我操作的时候是左右手分开的 内镜是内镜 器械也是器械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啊 曾经有一次在留言底下放了他拍的儿内镜的照片 我一看这工作上有一个块东西啊 我说你过来吧 今儿就跑过来了啊 一个小胖兄弟啊 这个就是面签加工过的 那面签堆到这里 当然这个前提是啊 你得有天分啊 这不是说谁都能怼得出来 你没东西干怼也没有用啊 这个面签意义不大了 意义不大了 更多的是心理作用 有少数情况实在是没有办法 比方证据一般到一样有上药的时候啊 才会用面签去吐一些抗证据的药物 其他平常情况下这个面签对耳朵吸不到清理的所有 我的内镜是2.7毫米 这个内镜已经是粗细的 是低于大部分的面签 身边上的这种单头面签 神经这个弯道 在做操作的时候空间就很有限了 你想想一个比我内镜还粗的玩意儿 直接往里粗 除了玩意里的东西会粗得更结实以外啊 我有其他多大的错误 好 这个今天的视频啊 更新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周四再见 现在这个天气炎热啊 北京这个雨季啊 最近一礼拜都下雨啊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是很严重的情况 可以躲开这个季节啊 因为熟悉的话 外地来的泼也不少 这个号确实是不好挂来的 好吧 到到到的这一期又结束了 拜拜兄弟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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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